1949年,国民党在大陆倒台,蒋介石训籍逃到了台湾,而李宗仁择携家人去了美国,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美国。 1965年7月20日,阔别16-9的李宗仁,郭德杰夫妇从美国回到了北京,周恩来总理到机场欢迎。 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,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做出贡献。 李宗仁回国的故事还得从1958年程思远李宗仁的部下兼密友的女儿林戴正回香港探亲说起。 1958年,林戴正从美国回香港探亲时,向父亲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, 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,总想回国。 不久,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,说他保存着12箱古董字画,希望能献给祖国,并吐露了自己夜落归根的心愿。 1959年10月,程思远来到北京。 11月初,程思远回到香港,并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。 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话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,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话运送到了香港。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,这些文物,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。 文物运到香港后,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。 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,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。 后来,故宫博物馆的专家鉴定后,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。 按当时的行情计算,最多值3000美元。 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,相差太悬殊了。 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。 他反复考虑,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,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。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,慷慨地说,安来呀,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。 他说11万多,就给他12万。 这叫投石问目吗? 于是,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面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。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,同时说明,李先生的残话有些是真的,有些是赝品。 但政府体面李先生的爱国热忱,将送他一笔付欧洲的旅费,以壮形色。 周恩来让刘仲荣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,不要经过银行,也不要经过外人。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,十分高兴,连声称赞,共产党不简单,是识货的。 12万美元在当年那是一笔巨款。 可是,拿这个能换来李宗仁回归的决心,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大手笔。 果然,这一举动最终让李宗仁有了回归之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